记者夜关于谢武雄综合报道,明年元旦起针对A切皮玉大学站条降票价,A切皮玉大学站搭到A1台北车站的票价从80元降价至70元,此举却引起共同生活圈的A8长庚医院站,A90口站达成民众反弹,P桃园捷运公司独厚特定站点,A6泰山贵河站也争取将票价从50元到50元。 调至35元多次未果,同样大乎不公平,桃杰公司对此反驳,指A切皮玉大学站往北各站优惠5到10元,没有所谓独厚。 集结A90口站达到A1台北车站票价80元,A6泰山贵河站到A1台北车站则要50元,今年初通车时,领口跟泰山在地不断要求调降票价。 新北市议员宋明总就指出A5泰山站到北车只需要35元,但同属生活圈的A6泰山贵河站却硬是贵了15元,票价制定方式明显不合理。 新北市议员蔡淑君则表示,A切皮玉大学站,A八长庚医院站,A90口站虽前两者属桃园,后者属新北,但为共同生活圈。 就算淘洁只照顾桃园市民A八长庚医院站也算在桃园,因疫病降价才对,更何况A90口站外道路拥塞情形严重,若政府要鼓励搭乘大众运输交通工具, 季节应该要让人人都搭得起,有赶票价才能真正提升运量,呼吁桃园格局应再高一些,新北市府则应该有肩膀,争取降价。 新北市交通局回应,先前在董事会不断强调,也透过书面表达,与其他站点相比,A7站外人烟罕至,非潜在运量最高的车站, 建议扩大优惠调整至A90口站至A23重站须间,也强调集结位全民共有,非桃园市独占,针对单一车站调整并不恰当, 新北也一直都主张全线普通车费率应比照台北捷运计费基准,降低票价才能吸引更多人达集结。 陶杰公司则表示,优惠为A7匹域大学站往北各站优惠5到10元, 涵盖新北市A23重站,A3新北产业园区站,A4新庄副兜兴站,A5泰山站,事办专案对所有从A7匹域大学站往返双北市工作,就学观光的旅客军售, 会并非独厚桃园市民。 陶杰公司强调,此次调降除筛选运量提升潜力最高的车站, 也考量各站连外交通,因A7匹域大学站周边交通条件属孤岛型交通, A8长庚医院站,A90口站周边对外交通条件皆由于A7匹域大学站, 但实施优惠效果最佳。